天使是神借助他赐下律法的 是神赐下律法的媒介 耶稣基督就是自己倒成了肉身的救主 不能相比 The angels are only media used by God 从犹太人整个的观念中间 上帝借助天使把律法赐给以色列人 他们现在竟然不注意到 耶稣基督就是神自己的倒成了肉身 住在他们的中间 所以西班牙书的作者要对整个西班牙的文化挑战 他的缘超过天使的名以上的名 所以他是远远超过天使 第四二样子 最后一样 天使不过是为了服务那些承受救恩的基督徒而效劳的 The serving spirit for those who inherit the salvation 天使不过是为了要服务那些承受救恩的人 所以他就做效劳的工人 耶稣基督救主自己 用保险买出我们回来 所以耶稣基督 与天使的地位是不一样的 他是远远超过天使的 在一切天使名以上的名 若是这样的话 今天如果天使晚上向你显现 你会很惊奇 你会感到特殊的经验 然后你感到你的灵性比别人高一点 我告诉你 你远已经有了比天使更高的耶稣基督 你怎样对待他 你怎样认识他 当我七岁的时候 在厦门发生一件事情 前两年我回到厦门去 不是前两年 去年 因为我五十年离开我的家乡 没有回去过 所以故意到了1999年 我离开厦门五十年那一年 我回去 要找一些我曾经到过的地方 我读书的地方我去找 我参加祷告山的地方我去找 我走过的路 去上口的路我去找 已经完全变得太厉害了 我找找找 找到了我父亲留下来的几色座的房子 现在已经变成很老了 我去找到了那个从前 我的祖父留下的又殿 现在变成殿殿殿 我找找找 有两个祷告山 一个在厦门 一个在古狼狼 古狼狼那个还在 我跪在那边祷告 我求主再一次复兴我 厦门那个已经被他铲平了 现在正在建 Holiday Inn 假的理念 我记得很清楚 我七八岁的时候 总是到那个山上 每天去祷告才去读书 那我那家里一只狗 很寒我们很好 它每次就不祷告 在山下等 等我们祷告回来 再跟我们回家 它就在那边等 我记得很清楚 当我们从中国到印尼去的时候 那只狗跟我们到小船上 我们上大船 它要上去 所以我们把他踢下去 让他在厦门我们去 因为他没有卖船票 我记得很清楚 亲爱的弟兄姊妹 当我七岁那一年 就听见一件事在厦门 就是有一天 有一个姐妹上山祷告的时候 还没有到山上 看见天使围绕着在那里 哇都是穿白衣的 她看见天使 哇从那天开始 她就一直见证她看天使 一直见证她看天使 很多人就很受吸引 我小的时候 我就问 见证看天使 有没有圣经的根据 圣经告诉我们 是见证耶稣的 不是见证天使 你懂吗 你说我病好了 你一天到晚见证那个 你就离开你的见证重心 我们是做耶稣基督 护后的见证 不是做为病好了的见证 有的人女儿有一些经验 一天到晚见证女儿 有的人病好了 一天到晚见证病 有的人从前是流氓过来信耶稣 一天到晚不讲耶稣 讲过去他是流氓 有讲的时候 就把过去的罪加重讲 使人看到他更厉害 他就替罪恶宣传 这完全是错解基督教的见证 我小的时候 七岁的时候 一个人见证我看过天使 我看过天使 我就想说 我认证耶稣 他看到天使 哪一个更大 我见证耶稣 他见证天使 哪一个更重要 到我二十一岁的时候 我在神学读书 有一个传道人 在我们审讯院讲鬼魔的事情 被鬼父讲一大堆 讲了几个钟头 结果呢 时间到了还没讲完 这个邓国人 他就说 可以不可以给我延长一段时间 主办单位就问 纪志文牧师 纪志文牧师在旁边 我就听他说 纪牧师 在延长吗 叫他停止 鬼话脸片 我坐在第一排 就在纪志文牧师的旁边 那时候我二十多岁 就听到老牧师讲一句话 叫他停止 鬼话脸片 后来我问纪牧师 为什么不跟他讲完 我们蒙躁是传基督 不是传魔鬼 你注意听啊 我们蒙躁是传基督 不是传魔鬼 西班牧师的族词 在告诉我们什么呢 耶稣的名超过天使的名 犹太人为什么一天到晚认识 他们有律法 是从天使来到的骄傲 结果把耶稣定死了这样 把重点的当作非重点 把不重点的当作重点 把绝对当作相对 把相对当作不绝对 这是大大的错 求主给我们在这些 查经聚会中间 不是多一些知识 不是增加一些聚会 使我们整个信仰的系统 调转过来 回到神 要我们抓到的中心 阿们 阿们